顶着烈日站在两层楼高鹰架上 手脸撑开拉杆 她是同事口中的鹰架女王 来自越南的新住民范氏太霞 来台19年随着鹰架功臣四处游历 最远还到过高雄六规 但不止这个身份 因为想提升自己 在家人支持下 从国小一路向上研读 从注音符号学起 下课后还找DVD反复学习 如今打字写字都难不倒塌 今年更完成硕士论文 成为嘉义首位 拿到硕士文凭的新住民 穿上大红色的越南传统服饰 从校长手中接下毕业证书 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 她也以自身经验 鼓励大家持续充实自我 我已经走过这条路了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 在南华大学的一步一步 拿到我们的学位 我们瑞兰一定会在台湾 每个人都有发光的空间 嘉义有六千多位 类似像范士太侠这样的一个背景 不管是来这边工作 来这边结婚之后 在这边发展 我们共同来为他们 在台湾的发展一起努力 披上毕业袍 由校长亲自剥碎 祝福他未来的人生 能展翅高飞 继续发光发热 民事新闻 郑荣文刘宇纯嘉义报导 您的工专议 经营报导 男담厅 辉语